每年年度推介 除了得獎歌手會成為焦點之外 Chill Club串連不同的音樂人 一起創作的表演環節 很多都會成為經典 今天我們請來其中一個 表演環節的音樂總監 Joyce Zhang 過來跟我們分享參演的感受 歡迎收看《晚吹音樂系》 在我身旁的Joyce、張貝茲 不如先邀請你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Joyce 我是一位爵士舞蹈員、製作者和製作者 而你今天來到這裡 你還有另一個身分 你剛才在頒獎禮裡 有一部分演出叫《Slow Down the Universe》 這部分演出的音樂主持人 裡面你跟哪幾個歌手合作了 裡面有Jay Fone、Gin Lee 陳柏宇、Phil Lam 以及台灣的歌手Jude 我知道這次是你第一次 正式在電視上表演 但並不是你第一次跟流行歌手合作 不是 我想我兩年前開始 踏入這個舞蹈圈 多彈一些不同舞蹈藝人的表演 但這次是第一次參加 一個上電視直播出的表演 以及第一次以這個身分 即你剛才說的音樂主持人 去締結他們的歌曲 做一個演奏的身分 去做這件事 反而有點好奇 作為一個純演奏家、音樂家 你平時的生活是怎樣的 你的演出地方 或者你寫歌 是甚麼狀態 我覺得我好像上班 應該是一個很職業的人 我們會這樣說 起床、吃早餐 然後我會去我的工作室 正常的工作室 是10時至6時 我會10時回到工作室 然後我買了一杯咖啡 然後我開始練習 然後我會練琴、練琴 可能到了午餐時間 就開始做管理上的工作室 回覆訊息、編曲 如果到了晚上 如果當天有表演的話 因為我是一個爵士舞蹈員 所以出現的場合 也不外乎爵士樂園 或者可能有些情況下 可能在城堂、大會堂 也會有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24x7的工作室 那這個日常習慣 是由你在伯克利讀書時 已經開始建立的習慣嗎 絕對不是 讀書時是瘋狂的 因為… 哪種瘋狂 不,我不是… 因為有很多功課 我覺得是雙重大學 兩個重量寫書 一個是電視劇 一個是編劇 所以每次上完課 就立即要去琴房練琴 或者回家裡開始讀歌 或者配樂 做很多寫作的工作 所以瘋狂的事 其實沒甚麼可以睡覺 好,那時候不是10至6 那時候是6至12 對,學校不會關門 因為永遠都有人出出入入 那些工作室是開廿24小時 好的 是一個瘋狂的生活風格 好的,我想問一下 你會否聽流行曲 真正的答案 我沒有聽到那麼多音樂 對,我是… 可能因為我從小到大 已經經常都在音樂中 所以如果… 好,流行曲 我基本上是沒有聽 因為這幾年開始做多了 我有聽過,但之前我甚少聽歌 到了某個程度 可能我覺得… 我找到聽音樂的 可以不太判斷 或者你會說 好,現在我需要寫作 因為我在音樂中太多了 是… 對,所以我經常帶有一個要做功課的 要得到一些東西的心態 大部分人聽歌 可能會想放鬆 在歌詞中尋找一些遺跡 但我還在找那個平衡 這些都是很多音樂人的職業病 我猜猜 沒辦法像樂迷一樣 純粹享受音樂 是 好,既然你比較少聽流行曲 中西的流行曲也少聽,對吧 這次跟Jean Lee、Jay Phuong 跟陳柏宇、林若康 還有台灣的Juilith合作 他們的歌曲 你聽起來是否有新鮮感 你知道要串造Mathley的時候 有很多工作 但我真的享受 因為我覺得舞蹈歌曲 或者這些歌曲的特別位置 就是你會越聽越有味道 尤其是我很喜歡編曲 我很喜歡改編曲 或者加鹽加醋,加醋 所以我去聽歌曲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歌曲 很深入那個藝人的聲音 第二次聽,你會聽到我的吉他 第三次聽到我的弦是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特別的 最興奮的事 然後要串連一個舞蹈 你就要想,好,每個歌手 要表演出他們的角色 然後又要合理 或者歌和歌之間 不可以慢慢地去 還要加上… 它叫做減少宇宇 在選歌方面 又要想清楚這個選曲 是否有這件事 能否達到… 這個畫面的影響 或者那個訊息是怎樣 所以在串連整個舞蹈上 真的要花點工夫 去量度如何擺放 我知道節目組還給予你一個難題 就是他們希望這個舞蹈 這個組曲是由Jazz的元素放進去 告訴我 我覺得Jazz的部分 在最後發生了 當我說Phil… Phil呢 對… 其實Phil的 saxophone 也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因為Jazz的音樂本身 也有…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有人先唱歌 然後到一個位置純粹 因為音樂本身的音樂本身是一個大部分 到最後的時候 那首要不要再一起 我真的要多做一些手腳 即是把音樂本身弄下 我保持的唯一一件事 可能是那首歌的節奏 Juid的版本也是重新版本的節奏 我保持了節奏 我轉了一些節奏和聲音 然後製作了一個澎湃的版本 我覺得 然後Jazz的元素就是… 我本身是編了Phil的部分 寫了一些線奏給他 然後到拍攝的時候 他說可以嘗試這樣吹嗎 然後我便說,當然可以 這就是Jazz的意思 他其實加了Jazz的元素 好的 他那個即興演奏 剛才你們在電視上看到的 就是他的音樂 在這個舞蹈裡 我還有兩個問題 首先在有限的樂手配置上 你最後選擇邀請Bernard 和Jonathan 和Jonathan 對,我覺得本身的樂手配合 在Chill Club的樂手配合 如果有音樂和Cello 還有很多流行歌本身都有 所以如果加上他們兩個 就可以讓觀眾聽到… 原來歌曲裡有強力 如果一個真人走出來拘捕 是一件這樣的事 第二個答案是因為 這部分的開始 其實我玩了一首自己的歌曲 叫做E-Tude No.3 Dedicated to my Father 這首歌本身的三件很重要的樂器 就是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 所以… 所以我邀請了… 對,邀請了他們來一起玩 你剛才提到 在整個舞蹈裡開頭 原來那是你自己的作品 我很喜歡這作品 謝謝 我記得差不多一年前 我在一個音樂節裡 看到你的演出 然後你又玩這作品 其實它沒有歌詞,它是純音樂 但那個歌曲一直留在我的腦袋裡 到我剛才在後台看著電視機 又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是一大複製作品 對,而作為一個音樂家 你的觀點 其實…或者是爵士 我看見以前的爵士 其實他們都是舞蹈 但他們沒有人唱 可能是Miles Davis 或者Chad Baker 其實他們都是彈奏者 不如你又告訴觀眾 其實… 是甚麼事 對,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以前的音樂 我沒有甚麼… 即是怎樣說 我覺得Pop這個字是很流行的 坦白說,Jazz一開始的時候 也有人唱 到了一段時間 就開始有純音樂樂隊 玩那些歌曲 但因為那個音樂 已經是耳熟能長 例如Fly Me to the Moon 大家都知道這是Melody 開始表演樂手 然後他們拍攝獨舞 大家就會覺得原來… 音樂師… 音樂師也能夠這麼好 開始放更多的光明 在樂手上 然後… 其實那些一開始… 就是Pop和Jazz 對我來說,我不會這樣分析這件事 如果是一個大家喜歡的音樂 就算它是Jazz、Roc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 很流行的音樂或是一首歌曲 無論如何,我也很開心 今天可以看到你 謝謝 以及更多的音樂家 可以出現在大眾的視野 好,謝謝 今天這三位嘉賓 各自都上來音樂系 而他們今天終於同場了 他們還為Chill Club年度推介 創作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表演環節 我們現在有請陳明喜、阿黑和阿丁 我身旁的這三位嘉賓 剛才在台上做完一部分表演環節 還有一部分表演環節 然後立即來到這裡 跟音樂系的觀眾一起見面 跟我們聊天 不如先請你們介紹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我是陳明喜,Jocelyn 你好,我是阿丁 大家好,我是阿黑 其實三位各自都上過音樂系 跟我們聊天 但今天你們是第一次正式合作 對嗎 對 那是誰促成這個合作 其實是節目組一開始有這個想法 去做一個關於生命 和一個比較療癒的項目 可能因為我這幾年 都在做一些音頻治療的歌曲 所以很開心他們邀請了我 去演編曲 然後介紹了兩位樂手去參與 所以一開始是網友 然後到表演演唱會那天才看到 是,我先跟Jocelyn聊多點 你除了在這部分表演的編曲之外 你還有唱自己的歌曲 就是整個音頻治療系列的第一首歌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嗎 對…其實這次也要感謝 葉雪輝和我一起編曲 但我也很感動 因為我這首聲之正是三、四年前 就是我開始這首音頻治療 廣東歌系列的時候 好像終於做到這部大舞台 讓我展現這首音樂的直播 是,是,是 剛才你在台上有玩的樂器 就是那個叫… 水晶撥 水晶撥 還有音叉… 身後兩位,阿丁、阿赫 都知道你是手指高手 然後阿赫看見你 就已經感覺到你那支很龐大的 滴滴滴滴滴在旁邊 剛才表演有否也派上用場 有 我想問你之前… Jocelyn,你之前 有否接觸過手指和滴滴滴滴滴 我會聽,但我沒有試過玩 所以這件事很新奇 我第一次試編這些樂器 我沒有在歌中用過 但因為滴滴滴滴的聲音突出 所以我問阿赫,你還有別的顏色 可以容易讓我融入這篇歌曲 誰知它是三、四、五樣地拿出來 所以它還有玩一個… 水鳥笛 水鳥笛 然後有木蛙、青蛙聲 以及阿沙拉圖 對,大家剛才聽到一些雀鳥聲 其實是它吹出來的 我猜在你們這個創作過程中 是否有很多溝通 甚至有很多即興的部分 這次我主力先編了一個大廊 但因為我不熟悉他們的樂器 我也很想讓他們發揮 所以我給他們一個廊 在上面指定一些… 可能我覺得適合聲線的位置 然後邀請他們再自己去想 如何打、如何吹 對… 所以挺一起創作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這個表演環節 名字是End of the Universe 聽起來好像很悲觀 但你們又在用一個 音頻治療的方式去表達 其實裡面想帶出甚麼概念嗎 有,我很欣賞節目組 一開始就已經有這個概念 他們想說生命 他們想帶出一種希望 但他們是想從整個故事的過程說出來 從一開始可能沉重一點 可能更悲痛一點 到慢慢在這個舞蹈之中 好像得到療癒 到最後就是安仔的重生 有一個大合唱 希望有一種鼓勵的感覺 我希望 我覺得End of the Universe是… 我相信它是一個問號 是因為它也想大家思考人心 有時可能會不開心 覺得是否有一些事情的結束 但其實希望透過這個舞蹈 又會感受到 即使End也可以有一種重生 或是開始 所以就有這個名字 三位都上來 音樂系,我們也聊過 我覺得很有趣 Jocelyn,你給予大家一個 醫療師的感覺 然後阿丁 因為你的手採訊室 後面有一個工廠 你有一個工廠、工廠的感覺 然後阿黑聽你說話 我覺得你其實有點像哲學家 除了演奏樂器之外 你有很多關於人民的看法 對於這個表演 提到這麼大,End of the Universe 你覺得會否有宇宙毀滅的一刻 有開始就會有毀滅 宇宙其實代表時間與空間的結合 是會有毀滅的一天 但它會循環、會重生 你自己去演奏那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有靈氣的樂器 你自己會否在裡面得到很多治療 或者真的有人因為你演奏這樂樂器 而得到療癒 其實每次我演奏這樂樂器 那些聲音一出來 其實我不是耳朵先聽到 我是身體每個毛孔都會感受到 那種震盪 每次我都會讓這樂器的聲音震… 然後有一種感覺很有趣 好像震盪完之後 整個人的每個粒子排列都順暢 然後靈魂就像沖了美麗的感覺 這次合作的歌手 有否對你們的樂器很好奇 這次有安仔、Winker 還有小巧、Sense 還有Jer一起彩排的時候 有否在這裡玩你們的樂器 我記得Winker想說 因為我在他的歌曲前有玩水晶砵 他就說很怕我聽聽 太放鬆,差不多睡著,忘記唱 所以我也儘量在編曲上 沒有直接在他們唱歌的時候玩 怕太影響他們 然後大安仔,他也很喜歡這些新心靈 他就立即在彩排練 那天已經過來幫你加能量 但我覺得Han Pan最容易融入每一首歌 所以大家都好像比較期待 是你去伴奏他們的歌曲 因為手段有不同的調節 這次我拿了六種不同的調節 可以配合在不同的樂曲裡用 很有趣的就是感應器 可以敲一下嗎 然後他們有否開始… 他們是阿卡片拉 就立即開始扮演 扮演你的聲音 扮演你的手機聲 下次他會嘗試我們 其實很有趣 剛才演出前只有五分鐘 設定了我七個搏 你錄音樂錄音樂 你這麼兇器 所以也要感謝所有工作人員 真的五分鐘內寫好了 留意到這個表演環節 中間還有一些表演 那些都是你寫的嗎 對… 你的想法是怎樣的 編曲的時候就好像… 如果可以有一個人聲 連貫整個故事就好 所以我幻想我平時幫人做隱憤治療時 做的一些導致冥想的指導 寫了幾句 這節目中有否改善你 沒有很好笑 因為第一次我想表達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隨便錄製了一些東西 誰知他們說聽到對 然後就維持了第一次表演 好的 所以你是一字不改的表演 最後好像改善了… 因為本來有一個是用中文 所以改善那句是英文 就沒有了 所以整件事都很輕鬆 很同頻,公爭 同頻 剛才我聽到阿克說 那些滋滋滋滋一響 毛孔也有感覺 然後粒子重新排列 你們兩位有否分享同一個感受 她說她一吹的時候 我就會震撐了她 真的嗎 對 我想…因為第一次就是她吹 我就想先找… 不用緊張 好像不斷落下來 有一種 她的滋滋滋滋滋鋒 我覺得在中間很溫和 我的撥銅沙就在高頻中 讓大家轉乎 我相信剛才的表演的環節 真的很新鮮 而且觀眾應該很享受 有否想過用這個形式 可以創作更多音樂 會想想嗎 記住找我 你也是時候要開設一個新系列 我朋友知道我做這個演出 他們說不是系列 你當然要開設教會 是嗎 我覺得我很想找Hand Phantom 打進很多流行曲 但我希望更多這種現場 讓更多人看到聲音治療 因為我知道你除了香港之外 其實你也有帶著音頻治療音樂 去其他地方演出 好像早前去了台灣 對…有一個…其實挺有趣 是第一次有一個國際音響品牌 去願意相信這件事 然後做了一個20分鐘體驗展覽 我錄了一段20分鐘的音頻名相給他們 他們有一個技術 就是可以有360圓圓的聲音 所以製造了一個體驗館 好的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會有更多… 無論是直播或音樂 或這些交通 都是專注於精神健康、心靈、情緒 我也希望觀眾可以更多機會 享受到這些比較不同的音樂 但其實真的很苦惠心靈 謝謝你們幾位來跟我們聊天 快點回去休息一下 謝謝… 很高興 Chill Club推介榜年度推介2324新設評審團表揚 由本地及海外專業音樂人組成的 國際專業評審團投選出深水作品 一起看看他們的評語吧 張建軒的影音樂樂場 編曲上加上他的唱歌 由前面輕至後面很大 是一首歌曲 你會覺得是重點的歌曲 Gin Lee Dum Dum 很棒的感覺 簡直的音樂 簡直的音樂 很享受節奏 我喜歡的歌曲 我喜歡的歌曲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下個鈴鈴 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